謝謝主席 滿有請 詹主委 還有 投審會 張執行秘書 兩位好 時間的關係 直接切入正題喔 那個 針對NCC就中間案的審查 剛剛 詹主委說 你們一直有在 收集資料 那以及對於原來 他們申請案件 所做那個行政處分 附件不符的部分 在收集資料 那請問這件事情是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包括收集資料還有補附件 時間點 我跟委員說明喔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8月1號上任嘛 那有一些資料 就是原來的審查的相關資料 我們是有調出來看 那看的時候中間必須要發現一些疑點 所以正式請對方來提出相關的附件 應該是在上上禮拜 兩個禮拜前 然後正式的再發函是在上個禮拜 你說兩個禮拜以前請他們提資料 是9月20號以前還以後 應該是在之前 9月20號之前 我現在不太記得那個確定的日期 對 但是應該是在那個之前 因為那個時候我才發現說有附件是沒有 那當然還有其他法律上的行政檢查 這些動作大概過去都有在做 你說你上任以後都有在做 還是上任以前 上任之前 沒關係啦 您只被你上任以後的事情負責 之前的人做的事情不會苛責給你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我先請教一下 原來的這個處分 包括他的附件 那我們是法律人 講話直接一點 處分以及所做成的基礎資料 您全部看完了嗎 我現在已經大概他有哪些東西 每一個字沒有進去去看 但是他的審酌的基礎 是在哪一些文件之上 我是有知道說大概有哪一些文件 你說你只有大概知道 沒有全部強讀 每一個字我沒有辦法進去 還沒有那麼多 除了你以外其他的委員 就原來的處分 還有他判斷的基礎資料都看過了嗎 應該我們相關的資料都分頭在進行 在閱讀中 所以你不知道其他委員閱讀的狀況嗎 我們其實都有討論 好好沒有關係 來你們在9月7號的時候 還給那個投審會嗎 在發這個函之前 NCC有沒有開會 NCC我們沒有開委員會 沒有開委員會 因為委員會必須要做成決議 是不審或者是審 做實質的審查才會開委員會 所以在沒有開委員會的情況之下 您決定發了這個函給投審會 我有跟委員討論 但是不是透過大委員會的決議 沒有關係啦 就反正沒有做決議嘛 是你決定發函給他 所以沒有決定要不審 對然後你說 那第二段的文字 你不就是交給投審會處理嗎 因為針對實質投資的內容 還有實質投資的架構 其實投審會是有 我覺得相對來說啦 坦白說 比通傳會有相當的專業 來請投審會 你們9月20號 再回去請NCC審吧 在送請NCC就一些相關的問題做釐清 哪一些問題 最主要是我們是根據那個通傳會9月7號的來函去檢視整個投資架構還有交易 那檢視完了以後的結論是什麼 那我們在提 基本上我們提到委員會去討論 那委員認為說 因為遠傳公司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提供了170億的公司債的這樣的一個貸款行為 就是 事實上就是你們所講的嘛 已債做股實質控制中加嘛 那你覺得這個市政是到9月20號你們開會的時候才發現嗎 還是從這個交易案一開始 甚至1月 本來的NCC在開公聽會的時候 以及所有 在本院裡面委員會所有委員的諮詢跟討論 從頭到尾不就是在講這件事嗎 那怎麼會你們9月20號開了這個會以後 講了一個結論的內容是 好像大家都早就知道的事情 然後只剩下NCC不知道 所以你們要再回函提醒NCC這件事 跟委員報告 就是在9月7號之前 這個階段因為我們有根據立法院的決議 在含請這個通傳會這邊再重新審議 所以也說在這個階段裡面 事實上我們是庭審的階段 所以並沒有提到委員會去做審議 那所以等於是等到9月7號通傳會回函之後 我們才要安排到我們的投審會去做第一次 沒有9月7號通傳會的那個回函 你們9月20號會做相同的決定嗎 沒有因為齁現在外界整個看起來 就到底是投審會還是NCC 大家看不懂 那當然詹主委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說他從來沒庭審 他也沒把皮球踢給投審會 但是現在看起來齁 從整個文的脈絡是 9月7號發了這個函 才啟動投審會最後要做決定 那投審會最後要做決定的時候呢 又用一個早就公知的事實 或者是早就公開提出來的論點 當作理由 退回去給NCC 那NCC的委員你說發現了新的事證 是按照投審會所回函給你們內容 發現新的事證 我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顯然不是因為投審會的回函 是你們本來就要做 那現在我就有意思 是如果你在9月20號以前 甚至在9月7號之前 你就已經開始蒐集市證的話 那你事實上9月7號的這個函 根本不應該發 因為你還在蒐集市證啊 你還沒有做Final Decision啊 那你還沒有做Final Decision的情況之下 你回這個函給投審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跟委員說明喔 就是說事實上 我們從過往的例子看到最後 會發現通傳會到最後會變成 好像corporate lawyer在跟所有的投資人 在做財務工程的大鬥志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如果說 投審會能夠針對實質的投資架構 跟投資的內涵 能夠給予通傳會一些協助 包括有一些我們沒有牙齒的 我了解 那按照投審會9月20號做的內容 你覺得他有提供給你你剛所述的必要的協助嗎 呃我認為其實增強那個懷疑 但是如果針對合法的 沒有啊你剛剛所講的是整個投資的架構 不要讓NCC做corporate lawyer嘛 整個投資的架構投審會應該搞得更清楚 再來跟你們講嘛 那我現在問題很具體 9月20號投審會所開的那個會 提供了你什麼樣的協助 除了啦 提出的這個觀點是我剛剛所講的 大家早就公知的觀點以外 他們還提供了你們什麼實質的協助 就整個投資架構的釐清 至少我們會理解到說 投審會它登對投資跟借款的定義 其實是在各種不同的法令上面 投資的這個定義上面 它是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會多一種可能性 但是我要跟委員說明的是說 行政程序法上 讓我們能夠去廢止或者是 撤銷一個處分 我必須要有其他更強烈的程序上的事由 所以我們也發現 相關的附件其實並不完備 所以你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說 有這樣強烈上的事由 可以去做撤銷或廢止 時間點 還必須要去檢證它真正拿出來的附件裡頭 有沒有辦法針對雙方的關係 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在 其實我大概差不多9月10幾號 差不多中六節前吧 對 所以等於是在你回函給投審會以後 投審會開會以前 然後你自己就發現了說 事實上還有這些事由可以用 因為主席站出來了齁 我大概最後只講30秒就好了 不好意思喔學生兄 我想這個投資架構你們現在都掌握啦 齁 那我只是提醒一下 詹主委齁齁 就是我們現在說中家是安柏柏 他們在 安柏凱他們在控制的嘛 齁 但是你事實上去看齁 當初NCC在審查安柏凱 要去吃中家的交易案裡面 事實上裡面就有一個人了 叫做摩根史丹利 摩根史丹利 在這個併購案裡面 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出資的外資嘛 就是一個出資的外資要套利嘛 他哪有在經營什麼媒體啊 你看他在這個角色 在這個案子裡面 2007年所扮演的角色 包括我們那個時候 時任副主委的石士豪先生 他針對這個交易案所提出來的不同意見書 所謂不同意見書是那個時候準嘛 他有不一樣的看法嘛 那你再去對比 摩根史丹利在這個交易案裡面 他們所在扮演 實際的角色是什麼 他們真的是經營者 真的是實質控制者 還是只是在扮演跟2007年一樣相同的角色 這個是我個人 針對NCC在接下來後續的審查當中 我提供的資訊 我也希望主委還有全體的NCC委員 針對這個案子 不要讓大家失望 好好深入的調查 從頭到尾就沒有人要你去做違法的行政處分 但是對於先前那個所做的行政處分 是不是合法的行政處分 大家從法律上面 從實質上面的觀點 提出了非常多的疑點出來 我希望新任的NCC 在這一次的處分當中 能夠善用這次的機會 不要讓大家失望 跟委員說明 包括相關的資料 包括內部的或者外部的 其實我們都會來做一個審作 謝謝委員 好 謝謝黃國山委員